各位中午好 欢迎搭乘凤凰五间专列 我是黄成子 大家午安 我是王峰 进入今天的五间焦点 8月15号是朝鲜解放77周年 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当天就互制贺电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 红军全体官兵在争取朝鲜解放的斗争中 树立了无私奉献的崇高典范 他们的功绩和功勋 涌藏在了朝鲜人民的记忆中 金正恩表示 在抗日大战年代宁城的朝鲜友谊 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如今两国之间的战略战术合作和支持声援 在粉碎敌对势力军事威胁 挑衅 强权和专横的共同战线上 正提升到新的更高阶段 他相信朝鲜友好合作关系 将本着2019年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晤中达成的协议精神 在各领域进一步加强和发展 为实现两国人民的繁荣和福利做出贡献 普京在贺电中表示 两国在严峻的年代里缔造的友好合作传统 如今也成为发展俄朝牧林关系的牢固基础 相信双方共同努力 继续扩大建设性双边关系 将完全符合俄朝两国人民利益 并为加强朝鲜半岛和整个东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做出贡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韩国总统尹熙岳在15号发表光复节77周年讲话 表示要迅速改善和日本的关系 同时也重提朝鲜无核化倡议 透露韩国将是朝鲜无核化进展 推进对朝大规模援助计划 协助重建朝鲜经济 在结束日本殖民统治77周年的光复节讲话当中 尹熙岳强调 日本现在是韩国的伙伴 必须在经济 安全 社会和文化领域合作 他誓言要在1998年韩日共同宣言的基础之上 迅速改善和日本的关系 并且表示相信 随着两国秉持共同的普世价值 迈向共同未来 将有助于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而在对朝鲜关系上 尹熙岳表示 朝鲜无核化对半岛可持续和平至关重要 并且详述了他就职演说当中的大胆计划 将是朝鲜无核化进展 推进大规模援助朝鲜计划 包括在食品 能源 基建等领域支援朝鲜 改善朝鲜经济和民生 8月15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 日本多位政客相继参拜靖国神社 日本执政自民党的政务调查会长 迪生田光一 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 前环境大臣小泉晋次郎 内阁府政务官林沐英靖等 15号相继前往到 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 日本新任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仁 在13号也参拜过靖国神社 成为了首位参拜靖国神社的 岸田文雄内阁的成员 中国文教部在早前 就西村康仁参拜靖国神社 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换一个焦点再来关注到 2021年的8月15号 阿富汗塔利班进入到首都喀布尔 重新执掌政权 如今已经整整过去一周年 而近日美国宣称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击毙了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西里 也引发外界对于塔利班和极端组织 藕断丝联的种种猜测 阿富汗临时政府的发言人 穆加西德在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 就表示 塔利班对于扎瓦西里的藏身之地 毫不知情 同时也强烈谴责美国无人机 越境空袭的行为 曾深度参与并策划 美国911恐袭的基地组织头目 扎瓦西里 日前被美军无人机在喀布尔击毙 据报道 扎瓦西里藏身的豪华安全屋 或为阿富汗塔利班 现任内政部长哈卡尼的 一名亲信所有 阿富汗临时政府发言人 穆加西德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 对此公开做出了澄清 Can you clarify here Who was the person killed in the drone strike? Have the Taliban been providing safe haven for terrorists? 穆甲希德对遇袭人士的身份 避而不达 但强烈谴责美方无人机 越境空袭的行为 How do you see the cross-border attacks launched by the U.S.? And Washington claimed that a similar drone strike could be happening again if it is needed. So what's your response to that? So what's your response to that? 凤凰卫视 郑骏之采访报道 塔利班重新执掌阿富汗进入到一周年 那之前出塔海外的阿富汗的前总统加尼 在14号就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网CNN的独家专访 谈到了自己当时为什么会弃国 以及围绕他的种种留言 以及目前塔利班政权之下阿富汗的未来 2021年8月15号清晨 塔利班濒临城下卡布尔陷落之际 阿富汗时任总统加尼决定仓皇出逃 时隔一年 加尼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访谈中 回忆这一决定 是一瞬间做出的 是为了避免向叛军投降的屈辱 他称当时一场暗杀风暴正在酝酿 总统府亲信遭收买设计毒杀 令逃离迫在眉睫 但对传言称他携带近1.7亿美元现金潜逃 加尼称这是污蔑 自己出逃时一无所有 加尼并不十分光彩的出逃形象 不免令很多人联想当前乌克兰战争中 仍然坚守了总统泽连斯基 加尼驳斥这种欧洲至上观 表示乌克兰获得了西方盟友支持 而阿富汗深陷西方代理人战争一照 被问及是否遭美国政府背叛 加尼没有正面回答 塔利班重新掌权阿富汗后 美国迄今仍未解冻阿富汗赞美资产 严峻的经济危机 正将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人民 推向贫困饥饿边缘 加尼表示阿富汗出路何在 他并不确定 加尼表示自己会回到阿富汗 因为这是他的祖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下节回来 还要带您关注到的是 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 遭到乌军击中 造成一死一丧 而阿富汗表示 你准备好和美国就换球 进行专业对话 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 乌克兰战事依然在持续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 已经攻占了北部 哈尔科普州的乌迪村 另一方面 黑海粮食出口计划进展顺利 联合国阵际非洲的运粮船 将会在几天之内启航 离开乌克兰 乌克兰通过黑海出口粮食的计划 继续进展顺利 至今已经有16艘运粮船 离开乌克兰 其中第一艘离境的货轮 已经抵达叙利亚港口塔尔图斯 船上一共载有26000吨玉米 原本运往黎巴嫩 但货主担心玉米的质素 拒绝收获 最终货轮转往叙利亚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 包下的一艘货轮 也即将载着23000吨小麦 离开乌克兰港口皮肤间内 前往吉布提 届时货轮将卸下小麦 再转运往埃塞俄比亚 镇寂当地的饥荒灾民 俄乌战事至今持续接近半年 双方仍然无意停火 俄国防部通报 俄军经过一次行动后 攻占了哈尔科夫州乌迪村 另外在赫尔松地区 俄空天军袭击了乌军 第63机械化旅的根据地 轻缴35名乌军士兵 并摧毁了15辆装甲车及战车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乌克兰原子能机构在14号表示 欧洲最大的核电站 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所在地 也就是乌克兰南部城市 埃尼尔戈达在14号 再次遭到了导弹的袭击 而俄罗斯所控制的当地政府 也证实了这个消息 根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T的报道 乌军导弹击中了 核电站附近的住宅区 造成了一死一伤 RT电视台报道 丧生的是一名年轻的女子 报道称 在乌军最新的袭击当中 导弹跌落到 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居民区 而核电站近期屡遭袭击 担心倘若这一座全欧洲 最大的核电站设施遭到破坏 将会遭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一样的核灾害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甲 日前在联合国发言时也重申 假如乌克兰继续炮红扎波罗热核电站 将随时发生核灾难 近日由俄罗斯国防部所组织的记者团 第四站来到了马里乌尔 当地自从今年的5月20号 被民兵所控制 历时三个多月的战火 市区内接近九成的居民楼被毁坏 至今城市还没有恢复电力 只有30%的自来水已经恢复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 发自于马里乌波尔的现场报道 我们现在位于马里乌波尔记者的身后 这就是马里乌波尔新建成的这种建筑 可以看到马里乌波尔在战争中 已经有90%的建筑 遭到了战火的毁灭 但是目前马里乌波尔的城市建设 在马里乌波尔的城市建设 正在马里乌波尔的城市建设 1,6% 预复70%的预复 我们可以看到,马里互联合,现在来自各地的建设,在这里进行工作。 你从哪里? 我从哪里,从哪里,从哪里。 从哪里,对? 对,小心。 你建设一个新的房子,对吗? 我刚刚工作了,这些公司有很多不同的公司, 建设一个新的公司,对于一个公司。 你这些公司有什么公司? 我习近平,我都已经在这里生活了。 当然,这些建筑并不是将过去的建筑所毁坏的建筑进行修复, 而是新建,包括在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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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在1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 俄方已经准备好和美方就交换再压人员问题进行专业对话 并且采取具体行动 再谈到是否可能在今年底之前和美方交换再美服刑的俄罗斯商人 维克托特布什 扎哈罗瓦表示 交换再压人员的谈判需要专业的团队 俄方已经准备好就此进行专业对话和具体行动 希望美方不要再搞政治阴谋和进行无谓的争吵 而早前美方向俄提议 以争取俄方释放涉嫌走私毒品的美国女子篮球运动员格里纳 以及在俄被判间谍罪的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惠兰 扎哈罗瓦在7月曾表示 双方的谈判应该考虑各自核心利益 我们特别关注到的是 德国空军15号展开急速太平洋2022行动 向印太地区部署包括主力战机在内的多型战机 并将会在澳大利亚参加国际军演 之后还会访问日本和韩国 德国空军15号展开急速太平洋2022行动 向印太地区派出6架现役主力战斗机 欧洲台风战斗机 4架A400M战术运输机 3架A300MRTT空中加油机 24小时内 德国空军机组经地中海 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海 印度 孟加拉湾和马来半岛 抵达新加坡进行部署 之后德国空军将在澳大利亚参加两场国际演习 以检验德国与印太地区盟友的协同配合 在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主办的漆黑2022演习中 欧洲战斗机将与国际伙伴组成更大的编队 进行空中攻击和防御演习 在三周演习期间 欧洲战斗机将部署在达尔文皇家空军基地 展开空对空和空对地任务 A300MRTT将部署在安博利皇家空军基地 漆黑2022演习结束后 德国空军分队将在达尔文在驻扎四周 参加澳大利亚皇家海军主办的 卡卡杜多国海军联合演习 届时欧洲台风战斗机分队将参与海上行动 从空中保护船只 大约有250名空军人员参加两场演习 在返回德国之前 德国空军将与新加坡共和国空军部队一起训练 并访问日本和韩国 预定9月底到日本 德国舰队也会短暂访问日韩 以加深国家间关系 德国在印太地区加强军事存在的第一部 是部署巴伐利亚号巡访舰 2021年8月至2022年2月 这艘德国海军军舰就在非洲之脚 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海域航行 德国此次前往印太地区参加军演 再度透过军事行动发出政治讯息 德国联邦国防军表示 展开急速太平洋2022行动 和参加澳大利亚的两场演习 再次展示出德国空军在印太地区组成联盟的能力 以及德国空军充分的作战准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在14号表示 拜登总统将会在2024年竞选连任 皮埃尔强调尽管竞选连任的支持率 创下了历史新低 拜登仍然打算在2024年竞选第二个总统任期 皮埃尔也称通胀和高成本是白宫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他也表示通胀削减法案将会有效缓解 美国人民正在面临的经济困难 另外有民主党人士就认为 民主党需要更年轻的领导 并且表示已经79岁的拜登不应该再次参选 在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有美国国土安全部 早前针对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 进行搜查之后 那么相关执法部门所遭受到的恐吓威胁持续增加 路途社报道国土安全部已经在12号 就这些威胁发出了内部公告 至特朗普的海湖庄园遭到搜查之后 联邦调查局还有国土安全部就观察到 针对相关联邦执法部门的威胁有所增加 大多数的威胁都是出现在网上 其中最让单局当心的是 有人威胁要在联邦调查局总部前 要放置所谓的脏弹 也就是放射性物质散布装置 也有人号召发动内战或者武装叛乱 以及威胁要杀死那些搜查海湖庄园的 司法执法和政府官员 以及批准搜查令的法官 11号有一名男子持枪 企图闯入到俄亥俄州的联邦调查局办事处 所幸没有造成执法人员伤亡 而枪手最终被警察击毙 好 下集回来还有带您关注到的是 五家中企准备从美国退市 专家指中国无意主动与美国金融脱钩 北架超首谈如何来提高治理水平 希望能够培养忧患意识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 国家统计局在今天发布 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多项主要经济指标显示 七月份生产供给继续恢复 就业物价总体平稳 对外贸易增势良好 民生保障有利有效 经济延续恢复态势 当然要注意到的是 虽然内地七月份的经济延续了恢复态势 但是消费 工业和投资的增速 都是有所放缓 国家统计局也强调 今年内地经济发展极不寻常 中央下阶段推动经济持续恢复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依然会面临不少的风险和挑战 中国经济恢复的基础有待牢固 内地七月份经济虽然延续恢复态势 但增速有所放缓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按年上升3.8% 比六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 41个大类行业之中 有25个行业的增加值保持增长 而汽车产量增幅显著 当中新能源汽车产量接近62万辆 按年增长1.12倍 至于反映内需消费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在七月份按年上升2.7% 也比六月份的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 并结束了之前两个月上行的势头 汽车和石油及制品类零售 延续了上行行情 升级类商品销售也较为强劲 不过餐饮收入仍然轻微下跌 而首七个月的网上零售 按年增长3.2% 食物商品的网上零售额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为25.6% 至于首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 也按年增长5.7% 增幅比首六个月回落0.4个百分点 当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录得较快增长 国家统计局指 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恢复中 经济恢复基础有待巩固 全球的疫情蔓延 产业链供应链不畅 地缘政治冲突的外溢影响在持续 世界经济下行的风险在加大 外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实际上是在上升的 经济目前还是处在恢复的过程当中 市场需求的不足 制约作用还是比较大 企业经营的困难还比较多 经济回升的基础还有待巩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亚太区股市在今天是个别发展 日本股市在午后上升超过1% 台湾股市也升了超过0.7% 韩国股市则是假期休市 而内地互生两市走出了分化行情 创业版只升了超过1% 我们来看具体数字 互指在中午报3274点 下跌2点 跌幅不足0.1% 半日成交2440亿元人民币 山城指中午报12460点 上升41点 升幅是0.33% 半日成交3809亿元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低开137点 并且曾经失守了2万大关 内地7月经济增速放缓 影响大盘走弱 而五家宣布从美国退市的国企 也是全线下跌 横指在中午报 20118点 下跌56点 跌幅是0.28% 半日成交438亿港元 中国人民银行缩减了在公开市场的操作力度 同时也是7个月以来再度降低操作工具的利率 进一步降低融资的成本 人民银行表示为了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 合理充装在周一开展了4000亿元的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 MLF操作 中标利率是2.75厘 比上月的MLF操作下调了0.1厘 人行同时也继续进行20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 利率也同样是下调了0.1厘 扣除到期的MLF和逆回购之后 人行在公开市场竟回收了2000亿元 五家大型中国国企准备申请从美国退市 内地媒体就引述权威人士指出 中国无意主动在金融脱钩 内地五家大型国企 包括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 上海石化 中国旅业和中国人寿 上周五宣布将会申请从美国股市除牌 预料会从9月开始陆续生效 继中国证监会当晚回应 指上市和退市都属于资本市场常态之后 内地经济日报也引述权威人士指 中国着力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 积极融入全球市场 不会主动推动金融脱钩 上海证券报也引述 接近监管的权威人士指 相信事件不会对中国概念股 以及中国和美国两地资本市场 造成很大冲击 应该理性看待 不必过分解读 报道统计五家公司的美国预托证券 自1993至2003年上市以来 虽然集资超过70亿美元 但目前占总股数比重不足1% 合计市值不足100亿元人民币 除牌本身影响非常有限 也不会影响到未来融资活动 报道又引述投资银行业界指 企业在美国在融资 要承担较高的维护成本 同时随着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功能的日益完善 继续在美国上市已经不划算 由于五家公司在A股 H股和美股上市 退市行动即使短期内对A股和H股股价表现 可能受到一定扰动 但中长期走势仍会受到良好公司基本面支持 美国证交会要求在当地上市的超过100家中国公司 提交会计底稿等以符合审计监管 否则最快要在2024年开始强制出牌 当中还包括京东和阿里巴巴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8月9号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芯片和科学法案 对美国本土的芯片企业提供527亿美元的补贴 来提高美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力 那么有分析就认为 美国推过这种威逼利物的方式 来吸引这些芯片企业放弃中国 而跟随美国 因此也建议中国应该出台类似的法案来对抗美国 芯片与科学法案中 措施包括为投资半导体制造提供税收减免 要求任何接受了美国政府资金的芯片企业 必须在美国本土研发和制造 当中还暗含了与中国竞争的条款 例如法案规定 假如在美国建厂的半导体公司 也在中国或者是其他潜在不由好国家建设 或者是扩建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工厂 那么该公司将不会获得这个法案的补贴 应该说美国想通过这个自己搞一些高端制造 也解决一些就业问题 因为美国的这个芯片制造已经日趋衰弱了 远远的落后于亚洲的很多国家 所以呢美国现在急需把自己的制造业提上去 特别是芯片制造 它急需到一些优秀企业到它这设厂 顺带的把中国设置了一些不合理的条件 对这些企业在中国设厂给你设施框框 所以它是一键双雕的作用 这次法案提出的补贴金额达到了527亿美元 涉及鼓励芯片生产 研发 建立安全可靠的半导体工业链 和培育半导体行业人才等等 评论认为看似500多亿美元十分巨大 但是对于芯片研发和制造行业也是背税车薪 不过巨额的补贴只是美国威逼利诱的其中一个手段 500多亿美金的话等于很多国家的国防预算了 这很大的一个数字了 但是对于芯片行业来说非常重资产的 应该说这个金额对于全世界的半导体产业来说 还是杯水车薪的 因为本来就是威逼利诱 关键美国还有很多知识产权 那如果你不让你这个政策你不接受的话 那我可能用别的方法逼你就烦 不一定说500亿的魅力有多大 而是关键的是它掌握了上下游 它有一些知识产权 或者需要政策手段逼迫你 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所以肯定会有企业去的 他认为由于中国在芯片领域起不迟 而且芯片行业属于全球合作的行业 仅靠一个国家的研发生产 不仅虚实长而且难度大 他建议中国出台类似的法案对抗美国 吸引更多优秀的半导体企业在华社场 凤凰卫视张肖武之臣深圳报道 下一节我们聚焦香港 稍后见 来关注到香港方面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接受香港文汇报的访问时 谈到希望特区政府培养忧患意识 他透露在处理大事的时候 引入红队概念 请经验丰富立场客观的人士 来检视评估和批评方案 李征在措施推出之前 就可以堵塞漏洞 国家主席习近平 7月1号发表重要讲话 提出四点希望 当中第一点是着力提高治理水平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 自己的领导风格是在政策层面 抓大放小 执行层面主动介入 他表示过去一个多月 团队在推行任何大措施前 特别需要考虑负面反应 因此引入红队概念 也就是扮演对手的群体 请一批没有参与制定政策的人士 对方案做批判性审视 提前堵塞措施漏洞 减低政策推行风险 而至于是设立固定的红队成员 还是因应事件变换成员 他认为可由主管决定 针对当局将从海外 及中国台湾地区敌港者的 入境检疫安排 改为三加四模式 李家超表示 当前输入个案的走漏风险 低于1% 比本地社区传播风险还要低 所以新措施既不会额外增加 内地的防疫风险 无碍香港与内地 正常通关的商讨进程 亦能令香港动起来活起来 另外他透露 特区政府将在10月的市政报告中 交代缩短造地建屋时间的方法 当局要了解影响土地 房屋供应的客观因素 包括从生地到熟地 从熟地到建屋等工作的时间需求 以追回失地 他也预告 市政报告还将提到香港 在全球范围内抢人才的措施 他认为香港的竞争力排名 从去年全球第七位上升至第五位 反映香港自身具备很多吸引人才的优势 未来可以更积极地进行宣传 汪卫视 吴星纯香港报道 香港特首李家超 将会在10月19号 发表首份市政报告 他和团队正在积极聆听 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 以及对于政府市政的期望 而位于深港边境的 达古岭堆田区 也是深港居民关注的问题 由达古岭的居民就促请李家超 加快兴建 焚化设施 那需要消息呢 我们立刻连线 正在香港达古岭乡委会现场的本台记者王雨婷 了解更多 雨婷中午好 王峰中午好 关于达古岭居民 他们对于香港特首李家超的首份市政报告 有哪些的建议和展望 好的 王峰 首先呢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 其实是在达古岭附近的一个居民区的楼顶天台 那大家可以望向我的身后啊 其实非常近的距离 就可以看到整个达古岭堆田区的一个全貌就在我的身后 其实呢 说明它其实离香港的居民的生活区是非常近的 除此之外 不仅离香港市民的生活区近 它呢 还是在香港的三个堆田区当中 离深港边境最近的一个区域 为什么这么说呢 记者通过手机查询啊 可以从地图上面得知 这个堆田区的距离 离深圳的联堂口岸大概只有直线三公里的距离 不少市民呢 都在李家超先生的这个微博下面留言 说已经强烈影响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这个堆田区呢 他们甚至可以在自己家楼台 自己家阳台的天台就可以拍得到 并且呢 由于现在天气非常炎热 加速了这个垃圾的发酵 他们呢 甚至都不敢打开窗户 打开窗户就可以闻到一阵阵恶臭 对他们的生活真的是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除此之外呢 为什么这件事情被现在 投放到了观众的这个视线面前 是因为 其实早在1994年 这个堆田区就已经建成了 但是十多年 随着这个深圳的发展 罗湖区的居民的人口数量是越来越多 所以呢 大家的这个 对这个臭味啊 这些气味方面影响日常生活的这个感官上 就会变得更加明显 问题也就愈发的突出 那么之前呢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呢 他马上就是要发布新的一份施政报告 那么大家呢 不管是深圳的居民还是香港的居民 都希望呢 能通过这次机会 强烈建议李家超先生能注意到 这一片区域的垃圾填埋的问题 那么以上就是记者从现场带来的观察 剩下的时间就交还给王峰 好 谢谢雨婷从深港两地的边境带来的消息 另外也要关注到香港海关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货车内 检获了怀疑枪支和80粒子弹 案件目前由香港警方重案组跟进 暂时还没有人被捕 香港海关13号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货车里面 发现三个寄往美国的包裹 包裹里面有一支怀疑枪械 一件怀疑枪械部件以及80粒子弹 香港警方随后接到海关通知 并到场捡走证物 做进一步检验 警方将案件列为发现枪械及弹药 交由元廊景区重案组跟进 香港警方消息指 13号早上10点多 一个内地运输公司的司机 将一辆货车交给一个香港货车司机 香港司机随后将货车开到深圳湾口岸过关的时候 被香港海关截停检查 核对货物以后 发现车内有超过900件已经申报的食物 衣物和家具等等 同时发现了45个继去美国阿拉斯加 不同地点的卫生包包裹 其中三个里面有一支怀疑步枪 一个步枪护架以及多发子弹 香港海关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 一直采取多管旗下的策略和措施 堵截走私活动 根据香港法例 任何受管制物品必须先获得当局签发的 有效牌照或者许可证 至于管有枪械则必须持有由香港警务处发出的牌照 凤凰卫视显至香港报道 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77周年纪念日 在香港有团体就到日本驻港领事馆外 去抗议日本军国主义复辟 并要求日方对清华做出道歉和赔偿 同心护港总会表示 日本近年来强化军事装备 制造航母向美国等七大工业国靠拢 在国际上表现出了企图复辟军国主义的野心 并企图诽谤中国 并批评日本从来没有就清华道歉 日本官员持续到供奉甲鸡战犯的 金国神社参拜是军国主义的复辟 并呼吁市民不买日货 以及不要到日本旅行 同心护港总会敦促日方 立即做出道歉和赔偿 也希望香港学生可以铭记这段历史 并从中吸取教训 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连 上任满月之后 接受凤凰威视专访时表示 国民教育涵盖的范围广 需要结合课堂内外的学习经历 才能让学生全方位认识国家 那么对于当局最近向社会解说 香港并非殖民地 而是英国在香港实行了殖民管制 蔡若连指出 统一和标准的表述 才能够避免学生 对香港主权的理解出现偏差 多年来 要求改革香港教育体系的声音 从未中断 从违法占宗到修理风波 国民教育的重要性 越来越受到重视 新任行政奖官李佳超在进审时提出 未来要充实国民教育体系 提高学生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 而他10月发表的首份市政报告 教育是旌旗寻大会的重点 更显得特殊政府的新班子 把教育改革是位工作的重重击重 从事一线教育工作近30年 做过教师 校长 教联会副主席 和教育局副局长 本在政府的教育局局长 蔡若连可以说是重担在间 不过刚上任局长 她就碰到挑战 香港高中本随连新推行 公民与社会发展科 教材里面的一句 香港不是英国殖民地 引起社会巨大反响 有意见认为 其举是否定香港曾被英国占领的历史 蔡若连坦言 如今需要有一个统一标准的表述 让学生准确了解香港的历史 过往可能在概念上 其实是比较含糊的 如果我们不很清晰 很全面 完整地 将整个概念讲清楚的话 可能无论是老师 课堂 教学 还是同学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 即是殖民统治这个概念的理解 都会有偏差 其实某一些概念的偏差 是会影响他整个学习 所以我们觉得过往 可能就在原住 一路那个教材的 编写原流落来 一些问题 我们现在都一次过 就是说 有一个比较统一 标准的一个标准 他重申教育局的立场 说香港不是殖民地 并非否定香港成被英国占领的历史 只是强调用殖民地描述香港的地位 并不查弹 必须让学生正确认识中国 一直拥有香港主权的事实 你上任之后说 现在不是一个逼切需要去推国民教育 独立成科 那你今届任期里面 还有没有决心去推呢 做好国民教育 是有很多的方法 独立成科是其中一个方法 除了学科的知识之外 那个态度 那个感觉 那个家国情怀的培养 国家观念 身份认同 这些很重要 所以我们怎样离得这么多课时 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反而觉得 用多重进路互相配合的方式 就除了在学科里面 去充实同学的认知之外 更多的是在全方位 课堂以外的一些学习经历 比如内地的交流计划 比如一些比赛 宪法基本法的学习活动等等 让同学有机会 全方位这样去认识自己的国家 新学年快到了 但不少学校反映难以招聘教师 资料显示 本学年公营和职资中小学的教师流失率 分别达到7.5%及8.4% 总共流失4,050人 对比上个学年增加大约7成 蔡若莲表示 当局已加强与培训教师机构的联系 强化教师的培训并调整名额 目前香港各学校的教师供应依然充足 凤凰卫视 林浩贤香港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表示 香港新增一名感染新冠病毒的2岁男童 入住医院深切治疗部需要插管接受治疗 而男童没有接种疫苗 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对事件表示 感到难过和伤心 也呼吁家长不要迟疑 尽快带子女接种新冠疫苗 过去那几天又加多了幼儿 年纪很小的儿童 感染了新冠疫症之后 发生重症的要接受深切治疗的个案 我希望一众的家长真的不要迟疑了 我们现在都见到有几个这样的症状 就算是第五波以来都已经有数个这样的症状 我们不希望这些数目会继续增加 在给到小朋友最好的保护那方面 我相信家长应该是积极地去做的 我们的疫苗服务现在是非常之方便 希望家长尽量利用早日给到小朋友这个保护 杨和贝因在早上视察香港儿童医院的疫苗接种中心 他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3000名 6个月大到3岁的幼童接种了疫苗 他又指出将会调低到校接种计划的人数门槛 从30人减到10人 鼓励人数较少的幼儿园或者幼儿中心使用服务 他还表示当局正在和药厂商讨购买儿童版复必泰疫苗 有进展时将会向公众交代 关注一下内地的疫情 国家卫健委通报 内地在14号新增了确诊病例770例 其中本土病例692例 境外输入病例78例 在本土新增的692例确诊病例当中 海南占到582例 西藏69例 广东12例 浙江 福建 青海 内蒙古 重庆 四川 上海 江苏 江西 河南 陕西和新疆都有确诊病例 此外内地新增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620例 其中海南580例 西藏523例 新疆343例 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7周年 位于湖南省淮化县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受降纪念馆举行了纪念活动 武警淮化支队战士小学生代表 以及纪念馆的全体员工一同参加活动 两名武警战士手持花篮 走向代表胜利的V字形雕塑 而在V字雕塑的右上角 刻着解放日报刊登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新闻 左上角则是雕刻着刀枪折断入库封存的场景 寓意胜利之后战乱平息和平来临 40名95后00后的武警战士 15号一早就赶到了纪念馆 他们表示作为中国新时代年轻的武警官兵 更要铭记抗战历史 传承抗战精神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始终保持高昂的斗争热情 台湾方面消息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亚太小组主席马基等 五名跨党派议员 14号晚上抵台 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行程 近期美方人员接连窜台 导致了台海情势紧张 日前大约有800个民航航班 避开台北飞航情报区 台方因此而损失了800万台币的过境航路服务费 如果美方一再挑衅两岸关系 台湾的损失可能更大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亚太小组主席马基 率领的参众议员共五人 14号晚间抵台访问 美国在台协会声称 访问团在14和15号两天行程 将就台美关系 区域安全 以及贸易与投资等议题交换意见 台方表示 访问团将和蔡英文会面 并拜会立法院 近期 美国方面动作频频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两周前窜访台湾 导致台海情势紧张 破坏两岸关系 日前大陆解放军台海封岛军演 约有800个民航班机 避开台北飞航情报区 台方损失800万台币的 过境航路服务费 学者分析 此情形一旦成为常态 台方累积的损失越大 将越不利于台湾民航航空发展 凤凰卫视团进度 柯志强台北报道 台湾在今年年底将会举行 地方县市首长的改选 那民进党原本提名的 桃园市场参选人 林志杰被爆硕士论文抄袭 又拒绝认错 引发了民怨 所以民进党紧急换人参选 但是选情已经出现了变化 那最新的民调出炉说 国民党所提名的参选人 张山正的支持度 是后来者居上 目前暂居首位 桃园市长选战 民进党原本提名的市长参选人 林志杰因为爆发硕士论文抄袭丑闻 又拒绝认错引发民怨 被迫宣布退选 民进党紧急直写 该由林志杰的前竞选总部总干事 新任立委郑运鹏接棒 但最新民调出炉 国民党提名的参选人张山正 获得32.6%的支持度 民进党的郑运鹏则是27.8% 国民党在桃园市的选情 暂时领先 张山正用棒球赛比喻选战 讽刺民进党的参选人 一个比一个差 事实上原本外界看好 民进党在桃园市的选情 就算民进党提名的参选人 林志坚爆发论文抄袭丑闻后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仍下令全党力挺 但最后仍不敌民意 蔡英文的声望连带受到冲击 绿营内部也有人看不下去 为了一人一派之师 才会退出私德私能之人 用潜力硬拗 便宜行事 就会让年轻人跟知识分子来火定 桃园市的选战出现变化 绿营振前换将犯下兵家打击 而国民党重新取得优势 有望收复桃园这块石头 凤凰卫视 黄家腾科志强 台报道 再来关注到英机2022 中泰空军联合训练开幕式 14号下午在泰国乌龙空军基地举行 这次联训是中泰两国空军 第五次开展联合训练 中方派出了歼机机 歼轰机 预警机等参训 联训内容包括了空中支援 对地突击等科目 旨在增进中泰两国空军的互信 还有有意深化务实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中泰双方空军的联训总指挥 也分别致开幕词 中方联训的总指挥陈群表示 随着联训的深度和广度的 不断深化拓展 必将会提升双方的技战术水平 续写中泰两国空军 有意合作新篇章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五间专列 我们再会 再会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